脖子前侧的地方 我们可以轻轻刮到盘顺过这样就好了 然后顺下来就从 一样锁骨往外带 它的最主要关键会在这个点 因为这个地方重训也好 篮球也好 我觉得这边一样有受伤 骨头部分刮完之后 胸肌我们再次由内往外刮 锁骨的下方 然后这样刮 这样才能够刮到它中间的凹窝 这边刮有一个好处 因为前面一样是心肺 所以我们等于说是在心脏周围去增加它的血液循环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一洞自洞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雅翰 今天呢 我们就来邀请我们的黄慧君 治疗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刮痧到底有什么好处 欢迎慧君老师 HELLO 大家好 我是MGA精健康刮痧的创办人 物理治老师黄慧君 主持人好 黄慧君老师好 慧君老师 究竟刮痧会有什么好处啊 因为修复的关键其实是要血液循环 那刮痧刮完之后 血液循环会增加 所以变成说 红血球很像我的士兵 那我今天 欸这个胃好像不太舒服哦 好我们赶快去拯救一下它 去帮助它修复 那我就可以透过刮痧盘的引导 然后让它胃周围的血液圈变好 自己去重启它来修复的作用 既然讲了这么多 那我干脆就让我自己来体验一下 好不好 那我先讲一下哦 刮痧本身啊 那个沙土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会有五脏六腑的反射区 那你会不会哪一个地方的血液循环 比较不好 那每一个器官呢 它都会有它自己本身的情绪 这是中医的讲法 像心煮喜 肺煮悲 肝煮怒 疲 就疲藏 主思 思考而思 那我们的肾呢 它是主孔 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看 我们 看我的这个身体到底健不健康吗 对看起来很活泼 还是最近失恋 就可能等一下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马上进行刮痧吧 GO 刮痧的话一定要刮到痛才会有效果 痛不痛吗 不是我决定的 是你的身体 我们会说痛者不痛痛者不痛 所以如果说你是暢通的 我怎么刮你都不会痛 因为我们比较不是硬刮出痧 那我们就开始吧 还不错 就是我已经差不多三下吧 沙就已经出来了 老师你这个力道是正常力吗 对还可以吗 OKOKOK 那因为亚汉其实是篮球选手 所以你会发现说轻轻松松的刮 其实不到10下他的沙已经出来了 蛮快的 然后偏深红 而且还有一点一点的感觉 那旁边的话是我们的树极肌 这边直接是比较偏黑色的沙 他脖子的沙算相对蛮快速就出来的了 那这边的反射会比较影响到 你的睡眠 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是你睡醒之后 其实还很累 所以代表说你没有 有这种情况 对你没有睡进去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上斜方机 就包含说我们平常打电脑滑手机 投篮球 做肩推 其实这边都会用力 那这边是黑沙 这是有训练的才会有的 大部分大概一个礼拜内 有训练的话三天内就会退掉 所以老师 沙的颜色就是生前不代表说越深效果越好 不是 越深代表你伤害越重 跟你的身体累积的伤害跟疲劳 要有关系 以右边来说啊 虽然说看起来沙的颜色比较浅 但是它其实里面是肿胀的 所以你会觉得 诶 左边好像比较严重 可是以真正刮 然后包含你的阻力感 然后包含浮出来的速度 其实我觉得右边是比较严重一些的 虽然说看起来严重 可是其实我觉得没有到刮很多下 所以我觉得你的血流是很不错的 而中间这个地方断掉 它有可能曾经就是往后倒 那倒的时候这边有撞到 那这个地方因为它走的是心肺反射 所以有可能会让它觉得说 呼吸比较没有那么的顺畅 而且你真的很容易累 你没有办法透过睡眠去修复 因为你睡眠其实没有办法 真的睡进去 就是它的沙 这边也是全黑 而且这边还带有黑珠沙 黑珠沙就是这种一颗一颗 平面的像这种是平面 然后黑色叫黑沙 然后像这种是一颗一颗的 然后黑色这叫黑珠沙 它好发在肌肉层 你右手有受过伤吗 最近自己没有感觉 所以有时候 不是最近 就大概一两年以上 因为我们的沙的颜色是代表 红血球本身的含氧量 那以这个含氧量来讲的话 应该已经一两年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当下可能太忙 或者是你觉得这一切都很正常 现在身体的受伤对你来讲不重要 先把事情或先把比赛比完 这比较重要 这是你身体所经历的一切 那身体比较像是一个baby一样 他是很老实的 他肩不舒服的 他受伤 其实他有感受的 只是你的大脑他很像是一个成年人 就是这很正常啊 这你就是应该要吞下去啊 这你应该要什么 这不重要吧 所以我们其实是透过刮痧 开始回想 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去伤害他 或者是我现在是不是要有所调整 我在做事情的方式 或者是我是不是要再多一点保养我的身体 那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不然就会一直吃年轻的本钱 但之后可能就会很不舒服 你腰更严重 而且他的身上啊 可以看到说其实会有湿气 所以代表说你可能平常运动完大量流汗 可是空气很冷 所以他都会把它变成湿气会在你的身上 所以其实你会蛮容易头昏 然后人会闲闲 没什么动力 所以思考的速度会变慢 所以我们透过刮痧 让你的身体重新好好修复 其实就可以把思绪能力重新再抓回来 然后这个地方 是排便的地方 这个地方要特别凹 这个地方凸起来 他如果在年纪大一点 我们可能就觉得 这边会不会有一些骨头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你到时候觉得腰特别酸 然后是美来油酸 你可能就要去看一下骨壳 会比较好 因为那边之前确实有受过症 这边以前有 你真的算是蛮忍耐的 因为选手通常都会超级无敌 嘎嘎叫 因为选手的神经连结很好 所以他们反应力会很快 对痛觉其实就会很敏感 你可以先深呼吸 有吗 有吗 这满满的黑朱砂在阔背的地方 像刚刚这边我们都有刮 可是它中间就断掉 这边的反射区是大肠 所以有可能排便这件事情 它那个形状不见得这么漂亮 所以我们就可以借由刮砂去刺激你的消化系统 排便系统 对就是我们在这边 这边的反射区是大肠 所以我们透过刮砂 然后让砂浮出或者让血流进去 因为任何动作或是身体任何的修复等等的 全部都需要养分 那养分就是从红血球而来 所以我们刮砂就是透过刮砂盘 然后引导血流 然后去让你局部的血流增加 就这样 好了 我刮完了 那我们先来刮一下胸肌的地方 一样由内 然后往外刮 那我们内侧的话 一样肩颈的地方 由内往外刮 然后这边一样是见风 好然后接下来 你还行吗 我可以 好来脖子的地方 毕竟在前面一点就进行动脉 所以这边的手法要特别学习 这样会比较安全 脖子前侧的地方 我们可以轻轻刮砂盘 顺过这样就好了 然后顺下来都从 一样锁骨往外带 它的最主要关键会在这个点 因为这个地方重训也好 篮球也好 就这边一样有受伤 骨头部分刮完之后 胸肌我们再一次由内往外刮 锁骨的下方 然后这样刮 这样才能够刮到它中间的凹窝 这边刮有一个好处啊 因为前面一样是心肺 所以我们等于说是在心脏周围去增加它的血液循环 不然其实你会觉得很闷 然后你的心脏会有点受不了的感觉 所以如果说你在训练上有卡关的话 都还是建议可以刮一下 我会比较好 对然后吐气 吐气 所以我才让你头转一边 哦很多 对而且超黑 这个如果叫我每个礼拜一次 我可能受不了 你应该是不是不用 但通常我们在刮完了之后 下一次就会比较好 那假如像是平常的运动强度没这么大的一般人 他们也会像我一样有这么严重的情况吗 可能相对比较不会 除非他今天坐办公室做到就是 劳心劳肺 就是暗读劳醒的那一种 会全黑 就我之前有刮过一个社工 一个女生 然后他也没有运动习惯 可是我一刮这边啊 我们叫做焦黑纱 就是全黑 比你还严重 那所有的事情就是身体都会记载下来 就像我们很常讲有 重担会压在肩膀 对真的是在肩膀上 然后包含你还好你都先红对不对 我们不是讲有怨念 怨念就是我们在看漫画 不是会画个紫色的吗 它的沙刮出来真的是紫色 你的还没有紫色哦 看来我怨念是不深 你还好你只是黑眼圈深 那我们一样我们先从脖子这边好了 我们先从这边轻轻的顺 还好吗 好算了没有很好 那这个通常沙 因为我们是在地球会有重力 最好它的沙如果是跟重力有关 它会呈直线型 所以这边一定有 好果然慢慢出来了 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下巴的地方 好这样刮一刮 然后咽喉的地方顺一下 因为亚旱的沙肌肉骨骼的伤害比较多 然后沙也比较深 像这种沙很重的 我会帮你涂揉沙油 让你的血液循环更好 如果你沙是你的伤害 出来之后它没有好好推掉 有些还会再沉回去 就白刮了 对你刚刚就白痛了 所以我们刮完之后 真的那种修处的动作 还是不能省略的 然后像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背后 我们刚开始刮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偏向鲜红色 因为开始刮的时候 血液循环会冲到四倍 这个是有纹线的 而之后它慢慢往下掉的时候 哇你看 原本本来是鲜红色 变得这么黑 那像这个我们就会怕它退不好 所以我们一样可以帮它涂揉沙油 就让它的沙可以退得更漂亮一点 这应该好几年了 这是长年累积的 我们就一起帮你把它处理掉 好 那我们今天 雅汉刮痧的部分就结束啰 很痛 我终于结束刚刚的 刮痧天堂 天堂真的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只有 让身体放松这么简单可以形容 我觉得它有点是身心灵都舒畅的感觉 嗯 因为毕竟身体的伤 然后杀会之道 所以我可以理解 应该有这种灵魂出鞘的感觉 对对 当时整个精神都 整个人魂都不见了 OK 有点软有点软有点软 我们刚挂的地方是我们整个脊椎 科学刮痧系统来讲 脊椎是我们人体的根本 那大部分我们因为都长期打电脑 对 然后 滑手机啊 对啊等等 所以其实我们都久做 下半身血液圈不好就算你要调理 你腰的血液圈也要畅通啊 回流之后你也要排便啊 所以我们都还是会从脊椎开始调理 效果是最好的 OK 我们一般在刮痧的时候 会像我刚刚一样上半身都全裸吗 服装来说的话 男生基本上是要脱掉 对对 那女生的话我们通常都会有个刮痧袍 它比较相对的抗油抗污抗菌 那假如我们一般观众 想要自己在家里实行刮痧的话 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我觉得器具很重要 像不要用铁汤匙 铁以前都用对硬币 对阿公阿嬷 对那超痛 有一些人还会刮到六回 但还是不要用凉膏类的 嗯 像是什么 薄荷油万金油类的 那那种其实会很刺激表面 在刮痧当下不要开冷气 然后尽可能是通风的环境会比较好 然后像我们刚刚用的椅 是比较要靠背的 因为万一对方真的血流不够 他昏倒的时候 不可能前面还有一个依靠 然后再来就是你刮的时候 第一次刮 然后你又不会的情况下 不要太大力 我有一句话叫做 你如果硬刺口出山 等会就出山 哦 对 这么严重吗 没错没错 会建议大家就是你就是把它刮到 体肤好像有点红红的 这样就好了 那你慢慢练 但是就不要硬刮出它 那这样就好了 那有没有就是 你哪些部位 比较不建议一般关注刮痧的地方 如果说你没有学过的话 像我们刚刚在前面颈动脉的地方 是不是就带的很轻肉 所以这个地方一般人都会建议你 干脆就不要碰到 然后不要太大力 等等就不要太大力 会出山哦 对 会出山 有没有限定说有哪些人 比较不建议让它去刮痧的吗 淋血功能异常 然后包含你有服用抗淋血药物 像是Rspilin 因为它会大量冲血 然后再来是像开放性伤口本人 可能就不要刮 对 就有身边有一个外伤 可能不要刮 但周围 其实我们可以去帮它做一个导流 刮完痧之后 一定要热敷暗 热敷暗 然后不要再熬夜 也不要喝冷饮 因为血血好不容易往上冲 你又喝冷饮 那你一样白刮了 然后早点休息 像你今天就会蠻累的 应该会很好睡 对 今天真的谢谢慧君老师 刮痧这件事情真的 不仅是我们表面从身体的改善 其实内心的本质调节也是很重要的 谢谢慧君老师 那我们今天美意洞子洞 拜拜 拜拜 好好看哦 真的好好看哦 好想看哦 砰下去的时候 这真的是真爱才画得出来 真的是真爱 好啊来了吗 其实我们已经录了 哈哈哈哈 怎么那么突然 右边可以再一次吗 哦右边再一次 好OK 确定吗 我觉得蛮舒服的 对 我觉得你好像快睡着了 像我这边有没有感觉到颗粒感 有 噔噔噔噔噔噔 噢噔噔 这其实满多的 然后像情侣之间我觉得 睡觉前都也都可以 帮对方放松一下 impedance这边 江南乔够贴心哦 哈哈哈哈 迎遇一下欢喜我们男性观众 好好照顾自己 女朋友 没错 你不好好照顾就别人照顾 哎 哎 哎 尴尬 尷尬